慢性萎缩性胃炎多长时间复查胃镜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乔文 现交通大学第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人医师 根据我国慢性胃炎指南指出 如果不伴有长线化生和不典型增生 单纯的慢性萎缩性胃炎 根据情况浊情进行随访 对于伴有中重度萎缩和长线化生的患者 应一年进行一次胃镜的随访 对于慢性萎缩伴有低级别上皮内流变 并且证实这个组织标本不是取之于癌庞组织者 应根据内静和临床的表现 在半年左右进行一次胃镜的随访 对于伴有高级别上皮内流变的患者 应立即进行胃镜和病理组织的复查 如果证实是高级别上皮内流变 应立即进行内静下治疗或手术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